阿泰電信後各位就要跟我們團合作一間 不過現在所拍出 無台無日把伊港的電話給予聽到 這伊港跟阿泰的店頭歡迎 店主要要求伊港要找台灣人 把貨要過後才能開給輸用 不過阿泰電信標示 這不是他們會開的店面 可能是輸人的通訊行 沒有嚴重驚才會出現這關問題 因為沒有開始在業用後的新聞 阿泰電信剛才NCC發450萬 這價八個月 現在阿泰還發生向雄來出席伊港的手機的問號 伊港找問號歡迎 不然會被教授說費用也不會去 我會去找本地人做人頭裡面 才能開給輸用 對於亞泰移工人頭門號一案 亞泰電信有回報 NCC會督促業者依契約進行處理 阿泰發聲明說 查到通訊行 若像無確實責任相正行 心甲的治癒人 又不是新青年 才會先停止問號 厚小的處理應對 都是通訊行完工的服務行為 不是阿泰的完工 相關的以上狀況也已經用電信 政策大隊報案 正經12月15日就要和我們團合併 這時候阿泰賣屬費 我們團只說 目前兩間電視也沒有工資 沒有回應 這次如果是屬實 阿泰如果是沒有做到 60K號的方向管理規制 可能也變作照片集團 利用來做事情的工庫 只是為了從業績 而沒有真的落實身份的查核 可能導致一些 所謂的人頭門號的一個暴增 那甚至就是說 我們在一些相關的主管機關 如果真的必要的時候 可能不定期的 需要做一些所謂的 提查或者是抽查 才減少後面的一些 亡羊補老的事情的發生 雖然NCC要求強化KYC的基因 對頭改辦問候的人 不論電信業者也要求 KHO要欺負上做記錄 不過學車體制說 新約通信航台版 相關單位也要加強挑戰的機制 記者總是報道